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酸辣汤的做法 天冷来一碗,暖心又暖胃 老豆腐切薄片以后切成条,放盘里备用 香菇清洗干净,横着片一刀,再切成薄片 木耳提前泡发好,窄洗干净,切成丝 准备一小把金针菇,去根以后撕开 撕好以后放盘里备用 胡萝卜先切薄片 切好以后铺开,切成均匀的丝 放盘里备用 西红柿洗干净,像这样把皮切下来,可以稍微厚一点 切成粗条 切好跟胡萝卜丝放一起 西红柿的里面部分切碎,尽量选择软一点的,这样更容易炒化 切好放碗里备用 准备两个鸡蛋打散,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切一点葱花姜末和香菜备用 准备少量淀粉,再加水稀释搅拌化开 锅里水开,下入金针菇,豆腐等配料焯一下水 尤其是菌类,一定要完全煮熟以后再使用 炒好水以后用凉水冲一下,防止豆腐粘连在一起 接下来锅里放油,下入葱花姜末炒香 炒至颜色微黄,下入西红柿 尽可能的炒化一些,这样汤喝起来更鲜美 炒化以后加入酱油,激发一下味道 根据人数多少,往锅里面加适量的水 把焯过水的配料和胡萝卜丝全部下锅 调味加入盐和鸡精 稍微煮一会儿放少量老抽 调到小火,下入水淀粉勾芡 均匀以后开大火烧一下,看一下稠稀度 一般都是分两三次勾芡,这样可以防止过稠或者过稀 准备适量香醋,加入白胡椒粉搅匀 后放醋可以防止醋味挥发,汤做出来更好喝 胡椒粉直接下锅的话容易结块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出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非常感谢 调到最小火,把鸡蛋转圈撒进去 这样蛋花出来更漂亮 轻推锅底,鸡蛋飘起来就熟了,不用煮太长时间 看起来就非常好喝,而且酸辣开胃 把香菜放到碗底加少量香油 热汤浇一下更能激发出香味 天气越来越冷,喜欢的朋友赶快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作为醒酒汤也是非常不错,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继续来看 她的小时 嗨 你可以 crew